嘿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南千水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那个伴随着我们每天的家伙钱 没错,尤其是他的变脸绝技,让人又爱又恨 一样的零钱,在不同的年代可以买整个世界,或者只够买个魔 拿什么来救赎我们呢? 来,我们一起来悠悠哉哉地揭开货币的迷雾,瞧瞧这背后到底藏着些什么鬼把戏 还记得1990年11月1日吧? 听说那时候,你若手里有一美元,可以在苏联兑换到1.8卢布 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当时的卢布还挺能扛打的? 可,但这好景不长,跟你手上的冰淇淋一样,转眼就化了 想象一下,就像一部加速倒放的经典老片,一年后,突然间,一美元可以换到170卢布 拜托,卢布的脸皮怎么比纸薄呢? 而且哦,这还只是起点 两年后,一美元狂飙到了3235卢布,半年间又上涨到4553卢布 如此这般,一条不归路,卢布从起初的黑帮老大变成了碌碌无味的小喽啰,你说弃人不弃人 而就在大家快要向卢布说再见的时候,1998年,俄罗斯猛地一拍大腿,决定改善一下这货币的窘境 于是啊,就像诸葛亮灰类斩马迹一样,俄罗斯政府强制一新卢布兑换一千就卢布,试图让卢布重振雄风 好不容易,一美元又回到了6卢布的兑换率 但这荒唐的故事,不就像那些看似有深度,结局却草草了事的狗血剧情吗? 不用一年,卢布崩盘,兑换率变成了27卢布 悲剧不是故意的,卢布的一再跌宕起伏,就犹如那些电视剧里的反派 总是跌倒了,爬起来,又被再次打倒 到了2015年,曾经的英雄,一美元居然可以兑换65新卢布了 不是跟你开玩笑,27年下来,卢布贬值了那么多 简直可以拿去研究物尽天责,逝者生存了 想想看,如果你是时间旅行者,穿越回去带了一堆卢布 恐怕现在你,只能在街头卖一了 这卢布的前世今生,简直比任何穿越剧都要戏剧化 这时候,话说回来,对于那些银行账户上多了几个零眼睛都亮晶晶的人来说 不要太早高兴 你看卢布,不就是活生生的教训吗? 告诉你一个真理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也没有一劳永逸的致富法 所以哟,当个快乐的学生吧,随时都得充电升级 毕竟,知识就像是你的钱包,里面得总放点新钞票才行 不过,这只是个开始,这背后还有更多肝胆相照的故事 接着我们聊聊货币体重的管理问题吧 是的,你莫听错,货币也有体重,至少在价值的世界里是这样的 如果说一个货币很肥胖,那么在国际上就很吃香,像那个人人追捧的斑花斑草 如果一个货币骨瘦如柴,那么可能就得待在角落里自己玩耍了 咱们以卢不为力,从一点巴掌到六千零一时,然后又透过货币改革回到六 其实就是一场激烈的减肥和增肥大作战 先是不顾一切的吃,也就是贬值,然后又想办法瘦下来,货币改革 这本质上,就像是我们在追求理想体重的路上,一会儿节食,一会儿又大吃特吃 只不过,货币的体重管理,影响的不只是他自己,更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健康状况 想象一下,你的钱包里有一种神奇的变形币,今天可能让你财大气粗,明天就让你穷困潦倒 这就是货币贬值带来的刺激体验,既刺激又恐怖 就像过山车,上上下下的惊喜和惊吓交织,让人爱恨交加 然而,这背后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呢? 其实,这跟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国际形势,甚至是全球经济的变化,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货币的价值,就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一个国家真实的经济面貌 同时也是国际社会信任度的一个重要标志 这让我想到了一句话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 货币的世界,似乎也是这样,不断上演着各种剧情 不过,这样的剧情,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未免也太过刺激了些 所以呢,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来说,面对这样一场规律而又无偿的货币减肥赛 最重要的不是担心你的变形币今天又会怎样变形 而是应该学会如何管理自己的财富体重,使之更加健康,更有抵御风险的能力 现在,只要记住,不管外界环境如何变化,掌握自己的命运才是王道 你可能会疑惑,货币波动与社会有什么切肤之痛呢? 啊,这关系可大着呢 这不仅影响了我们口袋里钱的厚度,更是直接摄影到了你我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就像那个不按套路出牌的家族成员,或许一时的决定会影响到整个家庭的生计 回首往昔,从1.8卢布到6,010卢布,套用一句流行语来说,这货币波动简直可以登上极限挑战了 更不用说后来的一美元兑换65新卢布,这就好像你跟朋友借了一些钱,想着下次见面还塌 结果下次见面的时候,那点钱根本不够买吃的了 但是,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货币的价值并不是凭空而来的 它背后是一个国家的经济状态,是政府的政策调整,更是市场供需的具体体现 俄罗斯的经历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如果搞不好,那么其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乃至于国际形象,都可能受到严重的影响 你看,货币贬值时,进口变得昂贵,连基本的需要像食物和衣服都可能变成奢侈品 人民的购买力下降,生活水平也可能随之降低 相反,如果货币升值,虽然进口商品变便宜了,但出口就成了问题,因为外国人买你的东西就贵了 而这,就让我想起了一个真实的案例 就在几年前,一个南美国家的货币突然大幅度贬值 结果呢?超市里的食物全被扫完,百姓四处寻找还能负担得起的东西 这样的场景,想想是不是让人揪心? 话说回来,这也是为食魔我们要时刻关注经济新闻,了解世界动态 因为货币的变化不仅仅是宏观经济学问题,它也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这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今天的卢布,或许就是明天其他货币的预告 我们来点重口味的,深入探讨一下那些在金融风暴中幸存下来的硬汉们 是的,你莫听错,在货币的世界里,总有那么一群人 他们就像在纸醉金迷的宴会上依然清醒的酒神一样 不管风暴多么凶猛,他们依旧坚如磐石 回顾那些历史上著名的货币崩盘 比如津巴布韦的百万亿元钞票,或者匈牙利的赵会员钞票 这些数字听起来是不是让人哭笑不得 当时的人们面对如此荒谬的货币贬值 他们选择了最原始却最有效的方式误误交换 也许这是一种反扑归真,让我们想起了远古时代的巴洛特模式 那时候,贝壳、盐甚至是茶叶都可以用来交易 不过,这些历史故事并不远 实际上,在今天,这种场景依然在某些国家上演 不信?来,让我们打开网路,搜索一下吧 这时候,知识分子就要显示他们的存在价值了 因为仅仅靠着网路上的新闻报道和社会媒体的热门话题 我们就能感受到那些国家人民的无奈 在这种时刻,正如我们所了解的俄罗斯货币改革 当时的俄国人民如何度过这段艰难的时期 他们有的投身二手市场 二手车,二手衣服成为了炙手可热的商品 有的深入学习金融知识 试图在波动的货币价值中找到生存的空间 毕竟,在如此动荡的金融市场中 持续学习,保持弹性思维是非常重要的 也许,这些经历听起来像是人生的末日片 但对于那些精明的金融幸存者来说 这正是他们展示自己智慧的时刻 所以,当下次你在街上看到那喧嚣的股票市场 或是你手里握着的这块智慧屏幕 不妨想一想,在另一端的人们 是如何在这场充满未知的金融旅途中 稳住阵脚,勇敢前行的 在东方古代 智者孔子曾在论语中谈论 富贵不能赢,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取 这番话刀破了货币价值变化 对个体节操的考验 正如孔子所言 不管时代怎样变迁 内心的坚守和智慧 永远是人们在经济波动中 不可或缺的指南 讽刺帝氏 在古罗马,辉煌的凯撒大帝 因战争费用猛增 而不得不削减硬币的含金量 被积位削币的凯撒 这也展现了即便在古代 货币贬值问题已是头疼之事 打比方来说 如果今天的货币贬值现象能被解决 恐怕财神爷都要宣布退休了吧 因为古来到现今 财富的增长和保值 一直是人们挖掘的不解宝库 如传言中的鬼谷子 在鬼谷子里隐藏的货币智慧 强调知天时 知地利 暗喻了善待财富的重要性 讲笑话的话 这就好比那位古宝玉 出身《红楼梦》里的大富大贵 对于金钱 却总是疏于达理 遇到经济危机 他恐怕连怡红院的烧火棍都要卖掉了 真实案例 我们不妨回顾下 英国在1976年的货币危机 凌晨突破性的贬值 导致英国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求助 这被称为英镑危机 展现了货币贬值 对一个国家财政安全的巨大冲击 如今 在您前面的是一道新的问题 当下货币的多元化保值策略究竟该如何拟定 在未来经济的大潮中 我们又该如何保持自己财富的不洁 这些都是未来值得我们共同探讨并做出回答的话题 再接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们还没有讨论 那就是 面对全球化的经济环境 个人该如何配置自己的资产来抵御货币贬值的风险 这不仅涉及到我们的收入和储蓄 更关乎到每一个人的未来 想想看 也许我们应该给自己的财富 配上一把多元化的保护伞 在股票 债券 现金以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投资选择 金融风暴下 保持货币价值稳定 或许需要更多智慧和策略 当然 我非常乐于听到您的想法和策略 留言分享您的见解或经历 让我们将这次的对话继续下去 好了 至此 我们的故事暂告一段落 感谢大家陪伴我 走过这一段洗涤心灵的知识之旅 如同门外汉 对一草书中草药的迷茫一样 或许你对货币的变化 和应对策略还抱有疑惑 不妨留言交流您的看法和策略 让我们将这场对话延续下去 亲爱的朋友 经过这一连串的探索旅程 我们一路走来 从货币的体重管理 谈到社会层面上的影响 再到金融风暴下的生存法则 这就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冒险 我们穿越历史的迷雾 探究那些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 看似遥远 却又如此贴近的经济现象 现在 正当我们的旅程 即将暂时告一个段落时 我要由衷的感谢您的陪伴和支持 每一次点击 每一条评论 每一次分享 都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如果您觉得 这段旅程丰富而有鉴定 别忘了订阅南千水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提醒 让我们下一次继续同行 一起探寻知识的天地 我们下一次